等 等 為 你 心 有 獨 中 因為 愛 過 財 知 情 多 濃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集診室 我是柴瑩 今天請到華信投股邱鼎泰 邱老師好 柴瑩妳好 全國投資人大家好 外資9月買超台股高達21.4億美元 就成為亞股的吸金王 對 小王老師 投資人該注意哪些呢 好 我覺得很簡單 外資看好 其實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外資他有他的一個操作策略 台灣在亞洲市場上 有幾個很重要的特色 第一個 台北的股市的殖利率非常高 就是說你買台灣你賺殖利率的錢 就賺夠 因為連台積電他們都4%5%到6%的殖利率 甚至有高達10%的殖利率 因為過去這一兩年來 台北的台北股市的這一些企業 這些大廠 他們採取的就是現金配給你 配息已經不願意配股了 以前都以配股為主 現在也配息 所以外資如果左眼在我們台灣的話 至少他撈得到 一整年下來搞不好有大概 大概有6%的利息 現在銀行利息定存1%多 所以我覺得外資現在左眼到台北股市 第二個事實上我們可以觀察到 川普對台灣還是手下留情的 對於中國大陸他在課關稅 對於韓國股市他也課關稅 對韓國南韓他也是課關稅 目前對我們動作最小 所以外資當然 我們就當他說來這邊避險好了 就這樣子 好第三季他是大買的 9月份大買的 第四季很簡單 我說我們從裡可證 美國股市如果還不斷的在漲 尤其科技股在漲 他當然回過來買台股的相關的股票 那科技股沒有漲 他可以買什麼 買台塑 台塑的殖利率也高 都5% 6% 是不是 所以呢 外資看好 因為蘋果的股價 待會看圖形就知道了 他當然會在第四季來做 持續做加碼動作 我們的第四季就是美國的第一季 他們我們第一季 第四季啊 就10、11、12這三個月 他們10、11、12這是他們第一季 他們的會計制度算法不太一樣 所以第一季啊 通常就是旺季 因為他們有耶誕假期 有萬聖節的購物節 然後中國大陸還有111光棍節 都是購物的重要的一個節日 然後就像過年一樣 好 那感恩節也都是要送禮的 都是一樣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要看第二條我說的 今天您怎麼看到美國的 蘋果再度寫下歷史新高 還有輝達 輝達就是NVIDIA 不要忘了 輝達是這一兩年 帶動美國股市 廢城半導體的領先指標 對 那我說美國科技 有利於台北股市 那今天台北股市 跌了130幾點 大家不要怕 我說那又空仰空 在仰空的過程 好 因為美股在漲 那日本股市 這個也是大市場 日本股市也創了27年來的新高 老實朋友 我跟你講 對 我的意思說 你不要認為說 國際股市是多頭 要台灣唯獨空頭 不要看過這個 你自己也不要想太多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因為這一段 今年以來漲的被動元件 吸睛很多投資人 因為受傷在裡面 那可能最後 最後一段時間把它砍掉了 結果砍掉那種反作用的心理 不敢再買它 乾脆放空它好了 所以最近台北股市有一個特色 是融資在減 融券在增 那因為選舉快到了 現在我們知道說 金廣衛好像開始在 對這些凸鷹有沒有 像有一台股票6510的金冊 從一間的話 掉到三四百多塊 就還在放空 那為什麼呢 因為工作人員 不知道為什麼 市場上傳出來消息說什麼 他們有測息內線交易 市場上故意放風聲 讓股價跌 那這是違法的 所以金廣衛在做動作 因為他們都用全證有沒有 全證槓桿20倍 去做空相關的標的 所以最近融券 這個全證認售全證很夯 大家留意一下 我認為他準備要軋空了 來我們看一下 來看一下 第一個 美國的蘋果昨天差兩毛錢 220幾塊的股票 差兩毛錢就要創新高了 但是領先指標 這叫什麼QQQ 有沒有看到上頭寫的 這是納斯達克100指數 就領先指標 就像我上個月跟大家講說 道瓊一定創歷史新高 果然就創歷史新高 為什麼 因為道瓊工業指數的領先指標 叫做道瓊運輸指數 對 他領先創新高了 一樣QQQ創新高 就代表納斯達克也要創新高了 這樣懂意思吧 我們看下一個 好 蘋果的股票 昨天差兩毛錢 兩毛錢 兩毛五分 他們五分叫CENT CENT 這差兩毛能幹 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說 他快要創歷史新高了 所以我剛才前面跟大家講 那個QQQ有沒有 那個.US 那個ETF已經創歷史新高 所以今天晚上大概就創歷史新高了 蘋果都創歷史新高 你在擔心什麼 再來看一個 來看一個 輝達 這個是中國大陸的翻譯叫英偉達 我們台灣翻譯叫輝達 是不是你看 財因你看是不是創歷史新高 對啊 創歷史新高他就有辦法帶動半導體的 我們再看一下 好 TESLA不是利空嗎 你看前一個 不是掉下來嗎 跌13% 昨天直接跳空漲17% 17% 對對對 那 這個特斯拉 是美國融券放空的第二名 第一名叫蘋果 這也代表最好的股票有人在放空 最爛的股票也有人在放空 這怎麼會有道理呢 所以就好軋空 我們再看 相關概念股 鴻海底部已經慢慢打出來了 留意 我們再看下一檔 01是標準的所謂的NVIDIA 英偉達的概念股 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都已經跌下來了 融券再增 你這個時候不是低檔拉回布局是什麼 對 我們再來看下一檔 頂圓 這也是美國LED相關的概念股 尤其他也是瓶蓋股 是mini-LD micro-LD都在 而且 他獲利很好 他今年可能會創下 創下這個史上最好的EPS 他以前2007年EPS才1塊6而已 今年會創下這樣的一個高收入的話 高收益的話 現在才20塊不到啊 當初基本面好的時候是在52塊 52塊 那現在基本面比當初更好 現在20塊還不到 可以注意一下 來看一下下一檔 茂蓮你看 根本沒有跌嘛 跌到這裡的話 連續兩根大漲 這個就是Tesla概念股 好我們再來看下一檔 美琪嘛 電池概念股 這打底啊 這都像打底要上來的 再看下一檔 這是我們今天再講一次的 之前兩邊我們都做過 那今天再做一次 今天盤中差一毛錢就漲停板了 這個叫蘋果概念股的智慧Watch 智慧手錶的一個供應鏈 那我認為強調 在最後再次跟大家強調 好戲現在才要剛開始 不要被今天跌一百三十幾點嚇到 因為只跌權重股 可這中小型的電子股 即將要演出一場 嘎空秀請你要把握 謝謝大家 感謝老師精彩的分析 想知道更多最新消息 歡迎加入老師的Light 財經集節目 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